谈谈新特能源 我记得你也挺留意这只股份 有点 几支大洋竹 现在未有货是否可以追? Alan来的 一个月升了4成左右 那真的可否追呢? 其实这些位置追新特能源 和强行追尾团 我不觉得有太大分别 是会更升上去 你看估值上也是很便宜 我们有很多政策 现在经常说搞基建 其实尤其分说所谓的基建 有很多包括电网 能源的相关基建为主 你说特别太阳能这个行业 大家预料过 整体的投资上 力度仍然会比较大 很多不同的分布式发电 等等 这些都很利好新特能源 但问题升了这么多 你去追了 你想想你的风筒成实能力 有多高 只是去到10天线 18元这些水平都跌日益 去到10天线 可能还更加抵卖 那些位置还去购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买新特能源 好处就是它 入场门栏不是很高 每首400股 加上20元 都是8000元 分着买 没必要这样强行带着 强行去追 但是你说新特能源 同样道理 股值上便宜的 4-5倍PE左右 很多风险因素 应该包含在内 股价上年 我们经常说新特能源股份 最怕的是什么 上年升了很多上来 然后今年开始有个追调症 但是你拉图较少许新特能源 上年是由26元 试过在今年年初调整到13元 这些位置 所以时间上面是比较美的 我觉得如果你是新特能源 你不舍得分住 一注过的话 我会建议19元留下才买 因为这些位置就好像 我跟美团的说法 类似上次那样 这些股份长线来说 是看好的 可以看25-26元这些位置 不奇怪的 但是就不是这些位置 买完之后 马上看25-26元 这些位置我觉得就 开始有点迟 很多利好因素 反映了很大部分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买的时候 就后带买 是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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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